蔡依林對我來講是這個 就是上個世代的超級大明星 請將麥克風給利勇王 今年的金曲國語歌王 心情如何 還是很那個 蠻恍神的 有沒有得獎後 等一下一定要做的事 等一下 這個我喝一杯酒 有沒有等一下最期待 哪位女歌手在你的旁邊 等一下 因為她有合照的 我希望孫盛希 我覺得她很棒 好 所以蔡依林不行嗎 蔡依林對我來講是這個 就是上個世代的超級大明星 沒有啦 沒有得罪的意思 這個你可以讓蘋果寫兩篇了 對 沒有沒有沒有 我剛剛 因為你剛好這個甜甜哭 變成今年最好的幸福 真的嗎 謝謝 我盡量 那你媽媽剛好有訊息給你嗎 我有打給我媽 我媽還是很放心 我沒有 我蠻意外 我打給我媽 我媽竟然一改平常 平靜的口吻 好 好 好 代表我媽這次有嗨起來 那你剛好提到媽媽會寫學的時候 她以前都講什麼 沒有啦 就是不聽話 媽媽就說你不聽話喔 白養你了喔 什麼或是什麼 我不是說我媽這樣子 但我說一般 就是都會 基本上都會念 然後說 就是要聽話 就要乖就對了 那其實 就是 真的 不一定乖就是對的 不一定聽爸媽的話就是對的 有時候爸媽有可能想錯啦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對爸媽也要充滿愛與包容 對那 就是大家人生的選擇 就是 多方參考 不一定就是乖 聽爸媽的話就是對的 電話大頭的媽媽 所以那個 周杰倫聽媽媽的話 不一定喔 那電話大頭的媽媽有說什麼 那你的幸運物真的 你說呢 對 太好運了 得獎之後最想要做的事情是 呃 就是 回家好好睡覺 然後 回家看我的貓我的狗 跟他媽媽擁抱一下 他今晚有打算怎麼進攻啊 這個應該是 小卓 再卓 再卓一點的 是小卓藝嗎 對 現在心情怎麼樣 嗯 蠻好的 就是 原本蠻緊張的 因為致辭 我覺得如果說 不小心真的得獎的話 致辭一定要好好講 所以 緊張的部分都是在致辭的部分 反正就是被得獎感演的嗎 對有 但其實 就是昨天晚上才正式在那邊 那個 演練 自己像 很像回到 小學那個 英文演講的感覺 就是一直演練 對 演練很久 對 但你看剛剛就這樣 就知道那個絕對突發狀況很怕 對 但就是 起碼內容大致是我想要跟大家傳達的 沒錯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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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